TVB巅峰时期捧红的一大批艺人,至今仍然是很多TVB剧迷心目中的白月光,其中就包括不少令人感到可惜的艺人。 比如这六位TVB艺人,长相惊艳,一度是TVB当红小生小花,但却因为在感情生活上管不住自己,落得了自毁虔诚的结果,但也有人觉处逢生,东山再起。 一,邓翠文。1984年,邓翠文进入香港无线电视第二期议员训练班,并和无线签下了长达五年的合约。 年轻的他,演艺事业开始的可谓是顺风顺水,风光无二。伴随着事业的风生水起,他感情上的劫难也已悄悄抬了头。 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剧里,邓翠文和戏里的搭档江华发生了一段婚爱情。 当时有媒体拍到江华连续六次进入邓翠文住处,两人恋情曝光,之后江华妻子麦杰文出来指责邓翠文勾引自己老公。 江华第一时间选择回到妻子身边,留下邓翠文独自面对舆论压力。 邓翠文刚刚有起色的事业再次受到严重的打击,在他最低落的时期,不得不靠坐私仪,主持人等工作维持生活。 直到他34岁的时候,重回TVB出演《金之玉念》。 邓翠文在事业上成功翻身,不过他的感情生活却仍然一片空白,50多岁仍然是单身状态。 他曾经在节目中说自己是一个可以为爱牺牲的人,可惜的是,当他以为江华可以同样地为自己义无反顾的时候,江华却是选择回归妻子麦杰文身边。 2. 江华 邓翠文和江华当年的一段绯闻,不但害苦了邓翠文。 也对江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江华虽然很有经典角色来自于TVB,但其实他在亚氏出道并且成名,他在亚氏期间凭借《银湖》中的反派宋学礼成名,之后担任《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男主。 和邓翠文的婚外情被曝光后,他虽然回到妻子麦杰文身边,还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但口碑大跌,最后只能离开亚氏。 他后来才在节目里承认,他是爱过邓翠文的,当年是真心的,从来没有后悔过。 名声不好的江华,跳槽到人才济济的TVB并没有受到重用,出演了当时并不被看好的《西游记》,男主角是还没有大火的张卫健。 但没想到《西游记》一夜爆火,不但是张卫健,江华也因唐僧再次走红。 之后江华更加在TVB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但鲜少是出演第一男主。 后来江华一度到内地发展,但发展平平,之后更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娱乐圈。 如今60岁左右的他在去年年底开始复出,但他并没有拍戏,而是出现在短视频平台,加入直播带火大军。 江华当年有小刘德华之称,长相和气质不输其他当红岗星,他的演技更加是神乎奇迹,演什么像什么,但却始终没能像刘德华那样成为巨星,也是可惜。 三,陶大宇 陶大宇一生人的运气很好,但奈何他不珍惜。 在巅峰时期的TVB,他凭借刑事真机档案,纵横四海和一号黄艇等成功成为TVB当红小生,还获得师奶杀手的称号,颜值和气质不容置疑。 出身普通的他还娶了一个哈佛硕士出身的妻子黄慧宝,一度是圈中人人艳羡的模范夫妻。 直到陶大宇和拍摄《雪景出更》的时候和郭县妮传出绯闻,两人不但在戏里爱得缠绵,还被拍到戏外热闻。 陶大宇的妻子黄慧宝亲自出面自爆和陶大宇已经离婚,因为出现了第三者,而这个人正是郭县妮,他还形容郭县妮是一个狠花的女人。 黄慧宝还说本来自己想给陶大宇一个机会,但陶大宇坚持离婚。 面对黄慧宝的爆料,陶大宇一开始对郭县妮非常保护。 正当外界以为陶大宇和郭县妮情笔金尖的时候,郭县妮那边传出和陶大宇划清界限的传闻。 他在采访中还说,自己被陶大宇的婚姻拖下水,和他不会有发展,现在已经没有联系,用不着他关心。 这一边陶大宇也口风突变,说自己之前去前妻那里看狗就是想和前妻联系。 还说,这又不是做坏事。 在某次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陶大宇关于郭县妮被外界评论私生活方面不检点的事情怎么看,陶大宇语出惊人,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这样的新闻很多。 陶大宇这番话对郭县妮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他自己也被外界评论抛弃糟糠,造谣情人的渣男。 陶大宇和郭县妮的关系破裂,有猜测跟他们的事业有关。 这件事发生后,TVB对两人进行了血藏,郭县妮口碑跌倒谷底,陶大宇更被血藏了两年之久。 但都说陶大宇运气好,和郭县妮分道扬镳后,陶大宇居然和黄慧宝复合了。 虽然后来两人还是分手了,但陶大宇之后又交往了一个传媒公司高层女友, 两人相恋了十年,至今没有结婚。 2015年之后,就没有再拍戏的陶大宇,演艺事业算是彻底完了, 但没想到的是,他到内地商演时,因为翻唱刘德华的, 倒转地球时独特的方式再次翻红,身价一度涨到百万, 一场商演的演出费在五至十万之间,这样的收入已经不低。 不过昔日的当红小生,如今变成靠自毁形象来博取流量,确实令人可惜。 4.郭县妮 郭县妮比陶大宇更加可惜,郭县妮本身是混血儿,长相惊艳, 而且是港姐冠军出身,按照TVB捧人的习惯, 他大有可能被捧上事后的位置,但可惜他的私生活风平害苦了他。 在和陶大宇的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和谷天乐、马俊伟和温兆伦都发生过绯闻, 而当时的温兆伦同样是有父之夫。 这些种种导致外界对他私下的印象非常不好。 和陶大宇的事情发生后,他在TVB的事业也几乎宣告结束, 就算有戏可拍,也无法再被力捧。 如今47岁的郭县妮嫁给了内地一位没什么名气的武术指导朱少杰, 生了一个女儿。 郭县妮后来的节目上说,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的母亲最后跟他说,只希望他以后嫁给一个正常人就好了。 而郭县妮更加表示,如果以后丈夫出轨,希望不要让自己知道就好。 曾经意气风发的当红女星,竟然变得这么卑微了。 5.温兆伦 私生活方面有争议的岗星有不少, 但被称为渣男始祖的可能只有温兆伦。 温兆伦长相出众,气质突出, 难能可贵的是他也能把尖角和正派人物都饰演得很传神, 被称为千面小生。 前途无可限量, 可惜他的大好事业被半生情债毁掉了。 如今57岁的温兆伦一共经历了三段婚姻和数段恋爱史, 除了现任妻子, 他和每任女友或前妻几乎都是不欢而散, 其中一段就是和郭县妮。 温兆伦和郭县妮在一起的时候是已婚状态, 但郭县妮还是义无反顾和他在一起了。 期间,温兆伦和妻子投资失败欠下巨债, 温兆伦居然选择一走了之, 把债务留给妻子负担。 之后,郭县妮也迫于压力和他分手。 在香港名誉丧尽之后, 温兆伦先后前往台湾和内地发展, 他在内地交往了一个女友, 分手时却被女方要求还50万借款, 但温兆伦表示那是女方赠予他的, 不算借,所以不还。 温兆伦一地鸡毛的感情史, 不但让他从当红小生变成过气港星, 也让他的口碑变得很差。 好在年过50岁之后, 他开始谋求稳定的生活, 在内地结婚生女, 还自己做起了生意, 如今早已身家过亿。 六、陈浩铭 陈浩铭可以说是年少成名, 但对他却不是好事。 早早成名的陈浩铭并没有把精力放在演艺事业上, 而是开始放纵自己。 陈浩铭自己爆料过, 自己大学期间试过同时交往两个女友, 忙得没得睡觉。 进入娱乐圈, 他依然本色不改, 先后和叶玄, 舌尸曼在一起, 但最后都分手收场, 关于他私生活混乱的传闻不绝于耳。 随着这些传闻的影响, 陈浩铭的资源也开始下降, 本应是事业上升期, 却在没有塑造出经典角色。 后来, 陈浩铭把事业重心转向内地, 但花心不改, 终日只顾着玩, 被导演点名说, 用过一次就不敢再用它。 因为他喜欢和剧组里的女艺人玩, 第二天连本子也没背。 2011年, 陈浩铭和蒋丽莎结婚, 因为蒋丽莎怀孕了。 但婚后, 他还没有收心, 在蒋丽莎怀孕期间, 发生了狼吻门事件, 他在饭桌上对女艺人陈嘉环上下其手的照片被曝光, 口碑跌至谷底。 一开始, 他还不承认, 说自己只是太好客, 照片被曝光后, 他拖着大肚子的妻子出面道歉, 道歉声明说得声泪俱下。 如今, 50多岁的陈浩铭不但长相变得整容脸, 没有了年轻时的翩翩公子, 气质, 他也从当红小生变成了烂剧之王, 在内地拍了一部又一部消费情怀的烂片。 一个真正值得观众尊重和爱戴的明星, 不但颜值演技过关, 品德也是最重要的, 这六位本来可以大红大紫的明星。 正是因为私生活的问题, 毁掉了自己的演艺事业。